正规表达式它是一种用来比对字串的一个很简单的语法 不能说很简单,其实它很怪 就是它写的很精简,应该说精简的语法 比如说我可以用0123456789加 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要比对数字 而且数字出现一个字或以上 这样的话每次都写0123456789很累 所以它就允许用写0到9 0,然后乘现9 这样就代表0123456789 但是这样还不够短 有时候在正规表达式里面 我们常常写0到9,0到9 那还是会觉得太累 所以这时候呢 它有一些更简洁的符号就是斜线D 斜线D,斜线D就是斜线Digit 那也就是代表数字所成的集合 那用斜线D比0到9还少了一个字 所以它是强调每一个更精简一点 那所以我如果想要比对整数 我就可以用0到9加或斜线D加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用0到9 我一定要用中括号 我用斜线D呢 就不用,连中括号都不用 所以是省了三个字 那如果我要比对有小数点的实数 我就可以用0到9加 然后接下来呢,点 就是小数点 但是因为点在正规表达式里面是特殊作用的 所以你真的要指定点的话就要斜线点 然后再0到9加 那这样子就可以比对像7.93这样的实数 那如果我今天要比对的是英文词汇 我就可以用A到Z 小写的A到Z加 这样就可以比对像Code这样的东西 如果要比对的是变数名称 而且前面是可以有底线的 中间后面也是可以有底线 那我就可以用A到Z A到Z然后底线 这个底线就另外单独加上去 然后呢,后面就是A到Z A到Z0到9底线 所以它可以比对到像这种东西 如果要比对E-mail呢 我就可以比对像这种 A到Z0到9底线 加就代表出现一次以上 那老鼠号 接下来呢 A到Z0到9 而且有点 点就是这边的点 点符号 还有底线 都可以 那这样就可以比对E-mail 如果要比对网址 就有HTTP 2点斜线斜线 然后呢,A到Z A到Z0到9 点 或者是斜线 这种反斜线 或者是底线 这样就可以比对像这种网址 所以你可以用正规表达式很快的就去比对出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这是正规表达式的用法 那这里有一些正规表达式语法的一些说明 那你可以参考 那这边就 就我们来看一个 上礼拜我在上系统程式的时候 因为讲到生成语法 所以也就给他们 讲了正规表达式的用途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范例 好,这边呢 取出普点数 OK 要取出普点数的node.js程式 好,那我这边就储存 这个是scanf 就是取出普点数的程式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我这样子执行 你会看到它取出了里面的76.3 跟321.56 但是32它不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语法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语法规定了说 它数字后面要跟着一个点 再跟着数字 所以32呢 是数字后面没跟着点 后面也没再跟数字 所以不符合 那只有符合的会被取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会取出这两个 那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让它取出来是包含 符点数和整数 那你可以这样做 如果我今天把这里加上括号 然后再加上问号 问号是指说出现0次或一次 那加上括号就是说 这一段是一个单元 这一个单元出现0次或一次 那就是可以出现可以不出现 这一段可以出现可以不出现的话 那你再执行一次 你就会发现32也被取 也就是整数和符点数都会被取出来 那这个程式呢 我们只用了一行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同样的程式 你要用c元去写 就会变得复杂很多 那当然其实c元也有一些 可以类似做正规表来识的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scanF 那scanF也有它的好处 不完全是正规表来识的下 但是毕竟scanF不是正规表来识 所以它的能力上面还是有比较弱力 好 那各位试试看 就是我把这一个也贴上去 我把刚刚这个程式贴上去 贴到我们的社团上面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把这个储存然后执行 那执行的时候呢 后面要打你要输入的参数 然后它会从里面取出你要的字 算出来 那这个参考一下正规表来识的写法 对 没有讲解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console.log就是印出来 那process.argv就是参数 参数里面的第二个 拿来跟这个正规表来识做不对 那斜线D就是整数 加就是出现一次以上 那这边呢 这个问号是指说出现零 这一块出现零次或一次 斜线 这后面跟着GM是两个模式参数 第一个G代表probo 就是全部都要比对 而不是只比对第一笔 那第二个M是martin line 就说如果你有换行的话 它会连换行一起 叫Martina多行模式 各位参考一下 去执行一下看看 正规表来识得做 那如果你输入的东西 像上次有同学就在问 说我一定要输入这种像数学式的东西吗 这样其实不用随便乱写都可以 像这样不一定要像数学式 它只是去抛那个样式而已 所以跟数学式不需要有关 好OK 那我也把执行的方式贴上去 可以参考一下执行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